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吉林男男的外援琼斯 下个赛季琼斯的去向可能是有变动的 因为之前的吉林队主教练王涵已经加盟到山东南兰 那么很有可能琼斯也要追随恩师来到山东队 山东南兰上个赛季的两名外援是哈德森和吉隆沃特 哈德森年龄实在是太老了,快接近40岁了 然后下个赛季山东南兰肯定要抛弃他 吉隆沃特也证明在重点场次,在关键场次 吉隆沃特的抗压能力还是不行 他的一些打球的方式让人觉得有些郁梦 特别在一些关键场次还有很多不冷静的行为 所以吉隆沃特这名外援在下个赛季也有可能被山东南兰放弃 那么问题来了,山东南兰到底要选择一样 什么样的外援呢? 后卫县肯定要选择一名外援 因为高时间已经回到辽宁队 那么后卫县是缺少一个人 那么群司的到来肯定会缓解山东南兰后卫县 这个缺滨少将的这种状态 琼司也有大概率来追随王涵 因为在这几年,在吉隆队效力的时间段内 与王涵建立了非常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 那么山东南兰的经济实力也要比吉隆队要好 所以山东队也会给琼司提供更大金额的合同 那么琼司也非常有可能来到山东队 那么如果琼司来到山东队的话 真的能够更加丰富山东南兰的打法 提升球队的实力 那么山东南兰闯进季后赛 那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希望琼司能够认真考虑 是否要跟随王涵之导去山东队 吉林队估计琼司也打的没什么意思 因为吉林队每年都是这样子 是永远是打不了冠军那个层次 毕竟他这个球员能够打球的人很少很少 到关键场次也就七八个人 以这样一个人员配置 很难在更进一步的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琼司的未来真的很有可能在山东队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